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路大咖更是他镜头下的常客 他是贾树森 一位职业摄影师 至今有28年专业摄影工作资历 然而 当他遇到妻子树麻 升级为树瓣后 他对摄影有了全新的定义 从见到妻子第一面 到怀孕 生产 以及孩子成长的每一天 都被他用轻巧的手机 随时随地记录了下来 四年里 他拍摄近三万张照片 这部名为 《小数地球旅行记》的成长记录 不仅感动了数百万人 更是被《婚姻家庭》杂志 《北京晚报》 《父母世界》等多家媒体连续报道 我经常把我的照片分享到我的朋友圈里面 朋友圈一下子就炸 大家都问我 贾老师 你这个照片怎么拍的呀 你真的是用手机拍的吗 你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 你的拍摄秘诀呀 从此 他把手机摄影当成了第二个事业 他出版畅销书籍 每一张照片都是一句我爱你 提出了摄影育儿的理念 通过摄影的方式陪伴孩子成长 他出版手机摄影手册 排出情感 多次再版家印 被粉丝誉为 最有温度的手机摄影攻略 作为手机摄影的最高荣誉 他的多幅作品 连续两年获得 IPPA苹果手机摄影大赛优秀奖 2017年 他决定把自己的手机摄影理念 传递给更多人 他在500万粉丝的平台上 将手机摄影为客 被要求多次返场 他还走进大学校园 社区 讲过上百场公益讲座 并收获万千学员 我知道很多人会把 拍不好照片贵解为 设备不好 人长得不好看 风景不美 其实这些真的都不是问题 那么 到底怎么样才能拍出 值得珍藏 令人惊艳 而又不落俗套的大片呢 在我的这堂面向 零基础摄影小白的 手机摄影课堂里 我会把我在电影学院 学到的摄影理论 和我近30年的专业摄影经验 相互结合 总结归纳 把拍摄思路和拍摄技巧 用最接地气的方式 分享给你 也会把最简单 最实用的干货 小窍门 分享给你 全面教你成为摄影高手 在我们的课堂里 我会用问题来引导大家学习 那这些问题都是我平时在讲课的过程中 我们的摄影爱好者们 最常遇到的难题 比如说拍照时 怎么构图才会更好看 如何在复杂的环境中 让主体更加突出 光线不好的时候 我们该如何处理呢 怎么样拍人像 怎么样拍美食 才会刷爆朋友圈 怎么样来自拍 才能又好看又不落俗套呢 还有 那拍完照片之后 那用什么软件来修图 或者是我该修到什么样 用哪个滤镜 才会把照片修得又漂亮又好看 所有的这些问题 我都会在课程里面 用最直接的方式 用你能够理解的方式 展现给你 欢迎你加入手机摄影的行列 一起来这个线上空间进行交流和互动 让手机摄影成为你的加分产役